就像本视频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那样 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呢 是逐渐的从简单到复杂 大家再回顾一下 我们研究过的最为简单的一种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那应该是那么四条简化条件 对吧 一为然后定长steady 然后k等于constant 还有一个叫做no generation 这么四条 那么我们后来逐渐把这些条件给放宽一些 比方说如果有generation会怎么样 是吧 然后再比方说如果k不是一个constant k可以是温度的函数 那又会怎么样 然后后来我们又讲到了说 这个一个 你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把它看成一维 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一个一维的问题 叫做什么呢 叫做fin 也就是叫做extended surface 对吧 为什么说它可以看成一维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fin基本上来说 还是研究从左往右这样的热传导 对吧 但是就是你谈热传导的话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问题当中还是存在对流的呀 那也就是说热本身并不完全是从左向右这样的流动 它其实还是有什么样的流动啊 有向外这样的流动 是吧 你比方说有这样的流动之类的 所以它并不完全是一个这个一维的这样的流动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真正开始介绍一个多维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把这一维呢 怎么样改成叫做二维 我们来研究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然后其他几个条件都还是这样 定长 然后开始concent 并且没有generation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一开始得到的那个方程 现在T 二维情况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设X和Y方向是我们的最要关心的方向 是吧 比方说Z方向我们还是认为不变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说T是XYZ 然后还有T的函数 那现在二维不考虑Z 然后并且定长我们不考虑T 因此T只是X跟Y之间的函数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列一下那个热方程 热方程当中同样道理 就是说DTDT那一项没有了 然后右手边的话 generationQ.那一项也没有 所以还是相当于我们那一项 nebula点乘一个KnebulaT这个玩意儿 是吧 然后K是一个常数可以提出来 所以相当于是叫做什么呀 叫做这个玩意儿等于零 得出结论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 叫做拉普拉斯等于零 对吧 拉普拉斯等于零 但是对于二维的拉普拉斯来说 那这个方程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了 D方TDX方加上D方TDY方等于零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方程最后来写一下 在我们做了以下几点简化条件之后 我们最终得到的方程 就是这么一个拉普拉斯方程 D方TDX方加上D方TDY 应该等于零 那想要解这样的问题就相对来说复杂一些了 现在这么一个二维问题 是吧 那我们怎么样来解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来考虑一种比较简单的情况好了 我们来看 假设说今天给定大家这么一个方块 给定大家这么一个方块 是吧 那在这个方块当中呢 假设说我们直接方便一点 我们考虑迪利克雷条件 也就是说在三个面上面 我们都告诉大家限定了温度是T1 然后在某一个另外一个第四个面上面 我们限定了温度是T2 然后假设说这个长度是L 然后宽度是W这样 那么我们现在想研究的问题是说 假设今天在在这一块物体上面发生了传热 然后发生了热传导 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那么此时最后达到平衡状态之下 并且达到定长状态之下 我想问问大家这里面的温度分布 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来进行研究呢 那同样道理 就是说我们发现在这个问题当中 能够出现的最低温度应该是T1 能够出现的最高温度是T2 我们假设说T2比T1来的大 好吧 那么这个时候 里面的温度肯定是在介于T1到T2之间的嘛 对吧 不可能是比T1还小 或者比T2还大 那么真正这个影响 真正影响我们传热的是什么呢 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叫做温度差 对吧 那么这里定义一个所谓的叫做无量缸温度 那我们现在这个上面存在一个温度场 叫做T T是关于X跟Y的函数 对吧 那我们设什么呢 设θ等于T减去T1 然后比上一个T2减去T1 如果说我们只考虑T减去T1的话 那相当于是把这个T1当作我们的计量零点 然后我们考虑它比T1高了多少 然后下面呢 由于为了让以下的计算方便 我们直接把这个θ给它进行怎么样呢 给它无量缸化一下 给它除以T2减去T1 这个方式无量缸化的这个方法 无量缸化研究方法 我们在流体力学里面讲过 对吧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就是说T2减去T1 可以看成在我们这个问题当中的所谓特征温差 然后我们用最终的这个温度差 然后比上我们的一个特征温差 就得到一个无量缸化温差 用这个东西来研究比较方便 那我们可以得到结论说 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 θ应该是介于什么到什么之间 介于0到1之间 对吧因为这个T是介于T1到T2之间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 原本的这个方程就可以化成什么东西 D方T DX方 加上D方T DY方 那我们发现如果说θ 这个θ对于X求两接岛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θ对于X求两接岛 相当于是我们的 无非是提出来这么一个系数 对吧 这么一个系数 然后再去乘以一个D方T DX方 对吧 然后同样道理 你对于Y求导的话 也是这么一个系数 然后再乘以D方T DY方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把两边同时 再把这个系数给它除掉的话 最终就可以发现 反正右边是等于0嘛 所以对于T求拉普拉斯 实际上相当于对于θ求拉普拉斯 也就是说我们原本这个方程 可以化成什么呢 叫做θ的拉普拉斯等于0 D方θ DX方 加上D方 θ DY方等于0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需要编辑条件 这个编辑条件就是我们在这里 为了方便起见所选取的叫做迪利克雷编辑条件 也就是说直接给定了我们的温度 对吧 所以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叫做0 也就是说是X等于0 Y等于0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就叫做X等于L 然后Y等于0 那这个点叫做X等于0 Y等于W 这个东西就是X等于L Y等于W 我们就不写了 那么总之可以得出结论 叫做θ怎么样呢 θ0Y等于θ LY等于怎么样 等于0 对吧 什么叫θ0Y 就是说当X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这条边 然后当X等于L的时候 对吧 当X等于L的时候 也就是这条边上面他们的温度都是T1 因此就意味着上面的θ都应该等于0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θX0等于0 对吧 因为这条边也是T1 然后这条边是什么 这条边是W Y等于W的情况 它是叫做θXW 它应该等于1 对吧 它应该等于1 因此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温度是T2 所以把T2往里带的时候 θ应该等于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方程的情况 好的 那么这个方程怎么来解它呢 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 是叫做所谓的分离变量法 分离变量法 什么时候好用呢 就是在有线区间的时候比较好用 这个事情我们讲到无线区间的时候 还会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那总之现在我们发现 这是一个有线区间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考虑使用分离变量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θ 它本身是一个可以关于X跟Y的函数 对吧 θ可以是一个关于X跟Y的函数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一般的 混合着X跟Y这样的东西 它就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猜想说 有没有θ这样的一种表示形式 它能够拆分成一个只关于X的函数 乘以一个只关于Y的函数 是吧 θ xy 我们想要找一种什么样的解呢 找一种它能够把它其中的X效应跟Y效应 拆开这样的解 XX乘以YY 那么大X跟大Y 它们两个分别就是一个只关于X的函数 以及一个只关于Y的函数 是吧 然后如果说我们猜想θ是这样的形式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方程怎么样呢 不是 这个解的形式带回到我们的原方程 拉普拉斯方程当中去 那此时我们得到什么结论呢 θ等于大X乘以大Y 对吧 它要是对X求两阶岛的话 那大Y就不变 因为大Y跟X没关系 所以θ对于X求两阶岛的话 就是相当于大X求两阶岛 然后再乘一个Y 大家同意吗 在这个时候我们得到说X两平Y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XY 如果说是对于Y求两阶岛的话 那大X不变成Y求两阶岛 所以应该是X加上Y两平 这东西应该等于0 对吧 那稍微的移一下项 我们就可以得到说X两平比上X 应该等于负到Y两平比上Y 那这里继续怎么往后解呢 我们这么来考虑 大X两平比上X 那么X本身是一个只关于X的函数 对吧 X两平呢 也是一个只关于X的函数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只关于X的函数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只关于Y的函数 那大家说 一个只关于X的函数 它怎么可能跟一个只关于Y的函数 两个东西相等呢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 你号称你是关于X 但是其实 你里面也并不含有X 你号称你是关于Y的函数 但是你里面也并不含有Y 也就是说 你们两个同时都等于同一个常数 这个时候才是OK的 是吧 因为一个常数 我们也可以看成是任意资本量的函数 是吧 所以就是得出结论 它们两个相等 并且都等于同一个常数 那么为了计算方便起见 我们管这个常数 叫做负Lambda 可以吧 叫做负Lambda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略微的一下向 我们就可以得到 什么呢 可以得到关于X的方程 以及关于Y的方程 那大家说 先解谁比较好解 就是说 我明显可以看到 把这个方程 X挪过去 对吧 然后把它挪过来 变成X两平 加上LambdaX应该等于0 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方程 然后如果说 我们一开始的话 直接把这个Y给它画出来 就是说Y两平比上Y 应该等于Lambda 然后得到说 Y两平减去LambdaY 应该等于0 那好像看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先解X 也可以先解Y 大家说 我们解哪个比较方便 其实在这里 告诉大家 解关于X的比较方便 是吧 也就是说 我先解 这个东西比较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边界条件 是吧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边界条件 θxy等于XX乘以YY 那大家说θ0Y等于谁 对了 那θ0就应该等于X0乘以YY 对吧 X0乘以YY X0乘以YY 这东西 如果说它要等于0的话 那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YY 要不然它得0 要不然它得0 对吧 那YY能不能横得0 不行 因为如果YY横得0的话 就会意味着θ横得0 但是θ横得0吗 θ不横得0 对不对 在我这个上面的温度 不是一个横径的温度 θ不横得0 因此得出结论 就是说YY不能横得0 因此想让这个式子成立 就只能怎么样 就只能让X0得0 对吧 X0得0 那么这个东西同样道理 XL乘以YY 应该等于0 YY不横得0 因此XL等于0 所以跟这此时 我们的两个边界条件 就直接化成了叫做 什么呢 X0等于XL等于0 所以一个关于 这个右边得0的 这样的边界条件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处理的 那你比方说像这种东西 你即使说你使用这个条件 你得到说XX乘以Y W等于1 你又能怎么往下推呢 还是不好推 对吧 所以我们先来解X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就会解了 二截导 然后加上自己等于 二截导 跟自己相当于是这个 呃 乘乘正比 但是是符号相反的 对吧 但是这个意思 那这种东西 最终算出来的结论 其实严格来说 大家应该讨论一下 说我们能不能在这里 使得 就是LAMDA 我在里 我在这里虽然把这形式 写成了负LAMDA 但是其实我也没有规定LAMDA的符号 对吧 所以LAMDA有可能是正的 有可能是负的 有可能是零 那理论上来说 大家应该分类讨论一下 看看如果LAMDA得零 或者说LAMDA小于零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我告诉大家 你可以自行去尝试 如果说LAMDA等于零 或者LAMDA小于零 得出的结论 就是最终可以得出大X 必须得横得零 那同时可以得出结论 叫做Theta必须得横得零 那么就不OK 对吧 我们说了Theta不能横得零 所以最终 经过讨论 我们会发现LAMDA 在这个例子当中 它只有是正数 才能够实现 然后这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X解出来 我们发现 它其实是三角 所以最终得出结论 X应该等于 C1乘以一个SINE 根号LAMDAX 然后本身还可以 加上一个COSINE 但是如果说大家把边界条件 往里带的话 你最终可以发现 COSINE那边就被干掉了 然后并且这个LAMDA 它还有满足一定的性质 什么样的性质呢 LAMDA等于N方 π方比上L方 如果大家对于解这个方程 比较感兴趣 可以看看我录过的 平文方程的视频 这里不跟大家多赘述了 N等于123 依此类推 这么一个情况 是吧 所以就是说 在解这个方程的同时 我们顺便把LAMDA 也给解出来了 然后 知道LAMDA的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带 带到Y里面 然后去把Y的值解出来 所以Y两匹 减去LAMDAY 应该等于0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最终可以得到的结论 联系一下 这边界条件之类的 我们就不多说了 最终可以发现 Y等于C2 乘一个SINCH 根号LAMDAY 是吧 SINCH 根号LAMDAY 然后又根据 这个根 LAMDA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根号LAMDA 我们也知道 那最终可以得出结论 THETA是X乘以Y 那就是说是 给定某一个LAMDA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它应该是用这么一个X 去乘以这么一个Y 所以最终得出结论 SIGMA THETA N 应该等于CN 乘以一个SIN的NπX 比上L 乘以一个SINCH的NπY 比上L 这么一东西 对吧 然后但是这个东西 是对于LAMDA 里面取定了某一个N的时候 所以我或许应该 可以把这里写成 叫做LAMDAN LAMDAN等于这个 不同的N就有不同的LAMDA 我选定一个LAMDA 得到一个X 得到此时的Y 把两个X和Y一层 得到THETA 对吧 但是选取不同的N 我是不是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LAMDA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 不同的这样的解呢 那所以 总体的这个解 我们就应该发现 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它应该是 我们的这种 THETA N 的一个叠加 对吧 最终我们可以得到说 THETA XY 应该等于SIGMA N从1 一直加到无穷去的 CN SIN NπX 比上L 然后SINCH NπY 比上L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叠加的情况出现呢 就是相当于 其实我们有一个边界条件还没有使用 哪一个边界条件没有使用呢 这个东西 是吧 这个东西 所以最终我们再把这个东西纳入考量 然后也就是说 此时如果我们把Y等于W往里一带 然后我们希望此时 这个东西算出来应该得一 那就是一个什么 所谓的确定负列级数 确定负列级数当中的系数的这个操作 我们就不带大家多算了 这里不跟大家多赘述了 总之最终可以发现 是吧 可以发现 什么呢 CN应该等于 2乘以这个 负1的N加1四方加1 然后比上一个NπSINCH NπW比上L 这么一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就把这个玩意儿给它解出来了 好的 最后我们在这里简单把这个温度分布画一画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说了 这三边都是θ等于0 对吧 然后最上面这个东西叫做θ等于1 那大家说我们这个传热是从哪里向哪里传 那显然就是说从这条线 然后向这三条线 另外三个边界传 对吧 所以我们会发现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么一条线 然后这么一条线 然后大概这么一条线之类的 所以这个传热的方向实际上是跟我们的这些线相垂直的这样的线 这些线是什么线呢 这些线是上面θ等于定值的一些线 我们管它叫做isotherm 那就是叫做等温线 是吧 θ等于某一个定值 那不就相当于是这个等温线吗 是吧 那具体传热的方向 就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应该是与等温线相垂直的方向 也就是说是 大概可能是这么着的传热方向 是吧 到处击好了 看下 - 下 击 - 下 到够击 击